来郭东哥 所以江启臣很显然 如果就现在的讯息来看 他是想寻求支持连任 结果发现原来赵绍康另有所图吗 以我的了解 其实我是蛮同情江启臣 江启臣现在是背负受敌 两面作战 再怎么不济 再怎么无奈 他都要去承担起来 我相信有一天 这一战如果江启臣 不能好好处理的话 国民党的党史一定会记录下来 江启臣你是国民党的罪人 末代主席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赵绍康是占了便宜又卖乖 赵绍康的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江启臣你跟他密会 你这个傻蛋 你怎么能去密会呢 国民党好不容易要改革 要开大门走大陆的时候 你去跟赵绍康他们密会 国民党的黑箱作业 又让人家怀疑说 你这个党到底是在干什么 你从来不会想到说 我今天是个终身带 我要改革 你现在让大家怀疑说 你改革无力 然后造反无党 无胆 林维之后好不容易在那里造反的时候 你都没有办法撑他 我真的听他同情他 这个事情我的看法 不是赵绍康他们放出来 要逼迫将启臣 背后两股势力 赵绍康是一箭双雕吗 他不是一箭三雕啊 三雕了 一箭三雕 第一雕 今天大家都清楚了 三中案开始 前几天马英九才又被传了 那是刑事的 行政的 那个行政法院还没有开始动作 照常这几天 密集要约谈 他说我是政人啊 什么事 他还要嘲讽民进党 要司法追杀 你看看 占了便宜还卖乖啊 他可恶就在这里 如果今天施法 真的要追杀你的话 中广早就去收手了嘛 早就去你赵绍康抄家了嘛 都没有啊 那今天突然还准夹 怎么怎么 讲了一大二 第二件事情 是真的对付江启臣吗 江启臣在赵绍康眼里 是不够看的啦 这叫隔山打牛 背后真正的势力是什么 朱立伦跟侯友宜嘛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台南帮啊 国民党里面的台南帮 现在是虎视眈眈 知道这一局 我照上当一插手的话 整个都破局掉了 侯友宜为什么一定要站在旁边 监视这件事情 侯友宜的当警察的师傅 叫余腾荒 余腾荒是何人 王金币引进立法院当 这个主任秘书 然后又推荐为监察委员 最后因为基隆那个案子 跟黄世明案子 他就回避 不敢参加会议 不敢联署弹劾 他是侯友宜的师傅 他是高毅人 当省医院议长的随护 高毅人把他拉进立法院去了 侯友宜去当朱立伦的副市长 是宜腾荒 叫侯友宜一定要去的 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 所以现在两个阵容在那里对打说 根本就背后要打你朱立伦跟侯友宜的结盟 2024如果朱立伦出来 那怎么会 韩国瑜怎么够看呢 两边就这样打 所以第二件设的是 打你江启臣 隔山打牛给朱立伦的后面 第三个 第三个就来了 他今天不小心泄漏了 我当总统的话 52台要恢复 总统公开要干预 当总统可以这样吗 你干脆说我当选总统 NCC马上撤销 不要NCC 不然你怎么去干脆看啊 可是真正目的是什么 Money钱 那个资金有多大 为了52台 要砸多少钱下去 背后还有没有红色的资金 我们不知道 这个可厉害啦 你要问顶总统 如果没有大笔资金的话 你怎么去问顶总统啊 是 一箭三雕射出来以后 大家就看 哇资金 你现在在玩什么 你算计也算得太精明了吧 到今天为止 你从来都没有把一件 每件事情对大家清清楚交代 你如此的黑箱作业 你怎么能够让国民党 再打开大门 走大路的改革吗 所以这样其实你要小心啊 资金刚跟韩国瑜的历史 也应该要追溯到 他们一起在立法院当立法委员 共同在反对李登贵的时候 新国民党连线 然后最后成立新党 那时候韩国瑜没有加入 但是到今天 那个心仍然在那里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们来看这一集说 到底它要玩到什么时候 如果你以为说 台湾的政治真的有秘密的话 那真是错误啊 台湾的政治没有什么秘密 顶多为止两天三天 所有事情都曝光 今天这个事情 密会是谁讲出来的 双方都有说辞 但是你想 这个事情曝光以后 对谁最有利 那就谁说放出来的嘛 对 对 对 好